大家好 那我们在截图完 其实要注意不要全外面去抓比较清楚 另外在这个地方截完的时候 预设在Snake的设定 各位看一下 预设它是去哪里呢 是去档案 那直接去档案 其实我觉得应该调整或不要 请各位把这里打勾 叫Preview in Editor 就是先看完 调整完 再来抓图 OK吗 把这里打勾 打勾完还没完 打勾完还不算数 请各位要点右上角的储存 在右上角这里 这里这里 这里个磁片的按钮储存完才算数 表示说我等一下储存算数 那算数完以后呢 接下来我再来做一下截图 来开始了 我现在来抓这个Chrome导演器里面的相簿好了 Google里面的相簿 相片 截图的时候我按F2 当我按F2不就截图了吗 OK吗 那我要介绍相簿的功能 项目功能呢 杂讯你就去抓的时候注意看 这是全画面去抓是比较不好 说实话 好来 抓完了以后这个图不够清楚 那其实我只要介绍的功能只有哪里呢 只有相片的地方我要介绍上传 那因为整张图不好 也许你可以考虑怎么样 做裁切 所以刚刚各位提的是这个 这可能值得这个地方 那如果有可能再跟你提一下 最好把它缩小完再来抓图 应该这样来抓 可是抓图的时候注意哦 我刚刚有中文 中文字很重要 所以当你缩小 这样太小不好呢 移到边界来调整篮宽度 我在做什么 我在等这个中文字出来 你看见吗 真的缩小的话 你交出来 假设这个看起来很可爱 这个图不好用 这个 当这个文字不见的时候不好 不然你这样靠过来这样抓图也可以 这样也行在抓 哦这样再截图 总之就不要全画面去截图 才是王道 这个 有个人 是 有个人 感谢观看